北海道的海鮮人人都愛對不對 那我今天這一集又要帶大家去吃海鮮丼 然後這個海鮮餐廳在一樓有賣非常多的北海道水產 以我一個北海道達人來看 價格非常的漂亮 它這個鴿雞蠻軟的 然後烤的也蠻香的 這個鮭魚很新鮮 你那個牙齒切下去它整個這個 鮭魚肉就整個切斷 你看這麼大 非常的划算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 北海道的海鮮人人都愛對不對 那我今天這一集又要帶大家去吃海鮮丼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魚市車站 魚市車站從雜黃火車站坐火車過來 大約是一小時 那車票大約是1290塊日幣 那大家來到魚市最耳熟人響 也是來到這個妮卡威士忌酒廠 那因為這個酒廠 入場都免費了 所以很多旅行團經過這邊一定會進去 那我今天就是不帶大家去參觀酒廠了 就是帶大家去吃一個海鮮丼 那從這個車站走過去只要一分鐘就到了 然後這個海鮮餐廳在一樓有賣非常多的北海道水產 跟一些水果還有一些雜貨 而且它的以我一個北海道達人來看 駕的非常的漂亮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去那間餐廳跟一個賣店參觀 那魚市這個地方其實除了這個妮卡威士忌酒廠 那它全力在發展它的葡萄酒 所以這邊蓋了非常多的葡萄酒莊 然後魚市這邊蘋果非常有名 所以這附近 魚市這邊也有非常多的觀光果園 然後也讓遊客這邊現採現吃 那分不同的季節有不一樣的水果 比如有櫻桃 葡桃 蘋果都有 那自己來魚市玩的時候可以上網 做一下功課看一下資料 好就在正前方這一家的海鮮丼 在當地非常的有名 看到沒有前面看到很多保麗龍 裝了全都是北海道的水產 都是一箱一箱在賣的 然後在我前方這個叫YNADA 我剛剛有Google了一下叫做獅魚 這一整箱 看起來是四支 一千塊日幣 哇賽 一支才250塊日幣 超超超便宜的 然後現在這個 袋殼的Hotade 異箱是1480 哇 這麼多 超划算的 但我們先去吃海鮮丼 海鮮丼吃完 再來介紹這一間海鮮的這個雜貨店 來啊 我們今天呢 我吃這個海鮮丼 一千三百三十日幣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正孝定食 就是Nika這個創辦的 1410 然後這邊有非常多的海鮮料理 然後今天也有賣這個 烏尼丼 價格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 鹽燒花魚 480塊日幣 我叫一隻來吃看看 耶 這猴鮮你看 其實被我們吃的差不多 太餓了 還沒有獎品 我覺得他這個猴鮮啊 魚蠻軟的 然後烤的也蠻香的 然後這一隻420塊日幣 我覺得蠻超值的 但是我覺得一點小缺點 就是他的油脂 好像比較少了一點點 美中不足 但是他這個價位是蠻超值的 如果要油脂又要軟 要烤的香 你要再去花多一點錢 這個價位我覺得非常的OK 而且Size也蠻大隻的 來這個是我點的海鮮丼 然後先介紹一下 這邊有這個 鯛魚 鮭魚 這個什麼清乾 就是獅魚 然後這邊有這個 鮪魚 然後他使用的部分是中肚的部分 那聽起來就是比較好吃 比較貴的感覺 肚子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鮭魚卵 然後蟹肉棒 然後這個有蛋 北極貝跟干貝 那雖然看起來沒有像我上次吃那個 魚精食堂那麼的澎湃 搞不好他在品質上會比較好一點 帶我的味蕾來吃看看 我覺得這邊這個四騎商店的用餐環境 非常的棒 有別於其他一些海鮮的小窟 這個地方就可以讓你 安靜下來吃飯 然後用餐環境也非常的乾淨 而且這個桌子都是食物的 我先吃一個北海道的鮭魚 我看很多的日本人都說這個 要淋在上面 你就直接淋下去 來 鮭魚 這個鮭魚很新鮮 你那個牙齒切下去 要整個這個 鮭魚肉就整個切斷 然後也蠻Q的 然後完全沒有這個魚精 我覺得品質不錯 就吃個幾項就好了 然後有這個北海道的干貝 干貝我覺得最容易吃出好壞 很鮮甜很新鮮 雖然這邊的這個海鮮丼飯沒有像我之前拍那個澎湃 但我覺得坦白說啦 這種海鮮丼飯是一分錢一分貨 騙不了大家的舌頭 來喔北濟貝喔 這北濟貝吃起來非常的有這個口感 然後也非常的新鮮 然後配一點飯好了 然後這邊我選的是醋飯 那你不想吃醋飯的話可以選擇白飯 如果你要吃這個醋飯的話就講 西梅西 他就給你醋飯了 那如果一般的白飯就講 吃醋飯 然後要吃最珍貴的這個中度的鮪魚喔 然後我現在看起來他的厚度很適中 適合一口吃進去 這個鮪魚啊就是入口即化 然後非常的新鮮 品質不錯 然後配一點白飯 好吃 然後這個我剛剛講說不是蟹肉棒 他是蒸的這個是蒸的螃蟹 不是蟹肉棒 他這個你只要吃下去 他這個整個蟹肉的鮮甜 這個汁就會爆出來 蠻新鮮的 然後最後就來吃這個 鮭魚卵啊 配上這個白飯 我只能說北海道的海鮮太棒了 我剛剛已經吃完海鮮丼了 他的一樓有很多這個海鮮的賣店 他有賣一些水果跟雜貨 然後我非常推薦大家來魚市這邊 這邊還買一些水產 那魚市這邊呢 是去這個二四谷跟洞野湖 必津之地 那這邊的海鮮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在拍攝前都有 經過商家同意了 不然你自己來買 盡量不要自己摸 然後我現在開一看 這個是帝王蟹 3公斤的 1800塊日幣 3公斤的 你看這麼大 1公斤 6000日幣 那這個是冷凍的 非常的划算 那我剛剛問過老闆 這個都是今年冷凍的 不是說一年前或兩年前出來賣 他說是今年的 然後這邊有一些花效蟹 這邊都是整箱整箱在賣的 你自己來不要給人家動 都是老闆同意我拿的 這一箱有三隻 6250日幣 然後再另外含8%的消費稅 毛蟹也有毛蟹 這一箱含稅是18000左右 登登登登登 看到沒有 滿滿的毛蟹 幾隻啊 2468 8隻 8隻北海道毛蟹 賣這個價錢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北海道晚啊 經過這邊 買回去哦 如果你的飯店是有廚房的 或是你去露營的 非常適合來這邊 買一整箱的水產回去吃哦 在跟著我走哦 這邊很多卡基 哇 真的非常多的水產 然後這邊有賣很多魚乾哦 李文慘的 OK 一枚600塊日幣 那也有500的哦 那可能品質不太一樣 真的超多水產的哦 價格都寫在上面自己看哦 鮭魚這一整條 600塊日幣 哇 這一條魚 好大一隻哦 然後整個賣場非常的大 有一些水果 雜貨 乾貨 全都有在賣 然後跟大家預告一下哦 那我近期也會開始團購北海道的這些海鮮了 而且價格呢 絕對是甜甜價哦 所以我 剛剛才敢把這些價錢拍出來哦 那廠商給我的價錢 我剛有看過價錢了 跟北海道這邊的 當地買的價錢是差不多的哦 那大家請加入我的這個 北海道女婿的團購社團哦 就可以買到這些北海道的水產哦 然後這邊有在賣北海道的哈密瓜哦 那這邊賣的是共和町的哈密瓜 哦 北海道哈密瓜有三大產區哦 第一個產區就是西章 然後第二個就是富良野 第三個就是這邊的共和町哦 那共和町這邊產的哈密瓜叫做雷電哈密瓜 那怎麼挑出一個好的哈密瓜呢 基本上就是紋路比較密的 就是比較好的哈密瓜比較密 那你怎麼看說 什麼時候 才能吃這個哈密瓜呢 那就要看這一個梗 那現在這個梗呢 應該就是剛踩出來 差不多三天 所以這個哈密瓜還是蠻硬的 然後你可以摸這個底部 摸起來硬硬呢 就是還沒有到可以吃的時候 那我拿一顆哦 就是差不多可以吃的 哦 你們看到這一個梗 就有點就是乾掉萎縮掉的感覺 就代表這個哈密瓜幾乎快可以吃的 那你再按一下這個底部 它會稍微軟一下 比較軟 所以你剛到北海道啊 一下機場啊 趕快去買一顆哈密瓜 它差不多要等五天到七天 才會到最軟最甜的時候 然後這邊的價錢 我覺得蠻划算的 這個赤肉的哦 四顆含稅四千七百塊日幣哦 這個價格我覺得非常可以哦 那也有賣單顆的 來我這樣講就比較清楚哦 那這一個梗這邊的已經已經萎縮掉乾掉 就是已經快可以吃了 那這一個還蠻有水分的 而且還蠻硬的 就是還沒辦法現吃 這樣看大家就很清楚了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北海道的這些哈密瓜 大部分都是繡品或是優品 盒子上都會寫哦 它這個葡萄也是繡品 寫的都非常的清楚 那這邊的葡萄哦 價格我覺得真的都蠻划算的 然後這邊是人木丁的葡萄 然後沒有紙的哦 繡品一公斤 價錢大家自己看哦 這個價錢是非常可以的哦 我兒子很喜歡吃葡萄 我等一下買一盒回去給他吃 然後買一顆貢和丁 這個雷電哈密瓜回去吃哦 這顆應該還要再放個五到七天 就這一顆吧 然後來到這邊魚市呢 非常推薦你買一下這邊的 北海道魚市產的百分之百新鮮的蘋果汁哦 一瓶是360塊日幣 然後呢 魚市這邊在全力發展葡萄酒酒莊哦 然後這邊亮出來的葡萄酒 我有喝過其實水準都已經不錯了哦 那價碼呢 其實都還蠻漂亮的哦 這個商店也賣很多當地魚市的葡萄酒哦 大家下次來可以來試看看魚市的葡萄酒 然後這個商店真的非常的好逛哦 那北海道的夏天非常適合露營 那如果你剛好在這個區域露營呢 那非常建議你來這邊先買一些水產 買一些這個雜貨哦 這個店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非常的好逛 那這邊連這邊這個烤肉都有在賣哦 很多種類哦 你要烤肉也行哦 然後這邊也有在賣 烏尼 然後價格在那邊哦 這種馬份的 4400 這種白海膽 2000哦 鹽水海膽1700塊日幣 然後這邊也很多乾貨 然後這邊有北海道的昆布 那也有有這個一等鹽的啦 然後有一些這個已經有切片的昆布哦 那價格就差蠻多的 這個已經切完了等級不知道 含稅700塊日幣而已 耶滿載而歸 結果我都沒有買海鮮 我全部買了水果哦 我小孩喜歡喝蘋果汁 我老婆喜歡吃哈密瓜 我兒子喜歡吃葡萄 全都是他們的 當然他們吃 吃的開心我也開心 滿載而歸哦 今天這集大家是不是也覺得 非常的充實 非常的滿足呢 大家不只吃到非常好吃的海鮮丼 而且我也帶大家去參觀一個 四騎商店哦 可以買到 非常便宜 非常划算的北海道水廠 跟北海道的水果哦 那下次來到的漁市呢 不只要去這個 妮卡的威士林工廠參觀哦 也可以逛逛漁市這附近的一個 海鮮的餐廳 還有這附近的一個果園哦 那我下次呢 就會帶我的兒子去柴果哦 期待我下一支影片哦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見了 拜拜 你們 我們下個影片見了 我們下個影片見了 台書